哇哇哇哇哇哇 北上彰化園林路段凌晨兩點多 發生火燒車意外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路間一輛轎車起火燃燒 現場黑煙直串 整台車全面燃燒 燒成一團火球 而透過國道的監視器畫面來看 不只轎車後方還有一部半連結車 也跟著起火燃燒 那麼國道上只剩下一線道 可以勉強通行 根據要解的這一部車會意外 是兩臺連結車與兩部轎車 先發生交通事故 占用在外車車道及路間 不料這時候後方一部 由61年次全新男子駕駛的半連結車 疑似天色昏暗 每追到前方的車況 追撞前方的兩部轎車後 跟著三車起火燃燒 那麼還造成了一名陽性連結車駕駛 和薛姓交由駕駛當場死亡 而另一名交由駕駛則是受傷送醫 而整理案件直到清晨了6點 才完全地排除 恢復交通順暢 而至於詳細的轎式原因 國道警方仍在理性當中 那是車道仍在 也許